我們看這一題 他要搜搜到郵局 買了5元跟12元的兩種郵票 共29張 總共花了250元 若5元郵票買X張 12元郵票買Y張 那他問說下面哪一個林立方程是正確的 總共買了29張 S加Y 等於29張 共花了多少錢呢 共花了250 就是說5元的X張 5X 12元的Y張 加12Y 共花了250元 這樣類就對了 這一題的話 應該要選多少 應該要選這個 5元的買X張 12元的買Y張 應該要選哪一個呢 應該要選V 應該要選V V的話跟這個完全一樣 答案應該要選V 我們要選V 一個比特兒的買X 給我們 不要再選V